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MySoccer当中的一个监控 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MySoccer监控 MySoccer这个监控的话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软件开发完成之后 那这个时候软件就开始在运行 这个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随时关注到我们这个MySoccer国旗是否正常 那么要观察它 我们就需要给它提过一种监控 那么这种监控的话 我们就是当它发生故障之后 那我们这一个监控 它就会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说发生了一些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它 那我们常见的一种监控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三种监控 第一种监控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写一些程序或者说是脚本的控制 这种通常情况下是用于这个数据库并不多 或者说这个数据库的数量本身比较小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第二种的话 就是我们采用一些商业解决方案 这种商业解决方案的话 主要就针对我们的一些MySoccer国服务器的一些集群 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库服务器很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自己去写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监控不完 或者说因为数据量的原因 我们可能这个监控有的时候就会出一些问题 那我们采用一些成熟的一些商业解决方案 我们就可以去了解我们即便数据量很多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一个MySoccer总运行情况 然后第三的一种呢 它是介于第一种或第二种之间的一种处理方法 那么就是采用一些开源的一些软件 这里面这种开源软件呢 它名义上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要寻求这些开源软件的一些技术支持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向这些开源软件的一些开发的一些公司 付一定费用 那么这讲重点就是讲解一下我们自己写一些程序去了解 或者说是监控我们这个MySoccer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MySoccer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那么是否能够正常运行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通过MySoccerAdmin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安装目录下面 比如说这个安装目录 那么这个安装目录我们能够使用它 是因为我在我的一个环境变量当中 我已经配置了它的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就配置到MySoccer安装目录下面的一个并目录下面 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MySoccerAdmin这样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执行文件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来运行它 首先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DOS的一个运行环境下面 然后我们第一个采用的一个命令就是一个MySoccerAdmin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我们进入Admin 这个命令的话我们需要我们提供一个账号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个密码 然后我们访问的 由于我们访问的是本机 那么就是一个localhost 那么我们指引的一个参数就是一个pin pin主要就是来了解一下我们当前的MySoccer它的一个运行状况 当我们看到MySoccer第1子Orling5这样的一个状态信息输出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当前的这个MySoccer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情况 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了解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在我们这个MySoccer正常情况下的话 我们去了解我们当前这个MySoccer它的一些运行的一些状态值 那么要了解它的运行状态值我们也可以通过MySoccerAdmin这样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里面我们同样的是通过它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styles styles就表示它的一些状态 当前我们这个状态我们就看到 当前它的一个uptimeuptime就是当前这个MySoccer服务 也说MySoccer这个数据库它的一个运行时间 还有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限制数 然后我们的一个查询questions就是我们的一个查询 然后这儿有一个slow queries 这个slow queries 它就表示我们当前这个MySoccer数据库当中 它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次数 这个慢查询是不是1 然后当前这个打开它是有74个 然后它的一些表的一直打开有67 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通过这一些查询去了解 还有它这个平均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执行时间 我们也看到它是0.076秒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状态信息去了解我们当前MySoccer的一些状态 第三的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获取当前这一个数据库的一些连接信息 当前有多少个用户连接到我们这个数据库当中 那这个数据库我们可以去测试一下admin -u root 然后我们-pin 然后-h 然后是localhost 然后这里面我们的一个就是pluslist 这里面当前的一个连接只有一个 因为我是在我的一个dos运行环境里面 那如果我现在我开启另外一个连接 比如我们通过mysoccer的一个连接客户端 那么通过这个连接客户端连接之后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再追求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命令 那么当前就有两个连接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一个 MySoccer的服务器 它的一个连接数 那么有了这个连接数 当我们这个连接太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现在再执行一个 比如说我现在执行一个 比如在执行 那么会发现我们当前它这又变成111和13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统计下当前真正有多少个连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命令就是mySoccer 也就是我们刚才这张表实际上我们已经查一下了 这张表已经查一下之后 那我们就要去统计这张表的一些信息 统计这张表的这个信息就包括我们统计我们这个 到底查询的时候有多少个连接数 会出我们的一个休眠状态下 那么它的一个连接数是多少 那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执行下 那比如说我们是ganroot 然后是ganp 然后ganpn1 这是一个固定写法 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个查询的一些语句 select 然后这我们查询的是host 然后我们的一个count host down 我们刚才这个 话说run 我们的一个process 还是list down 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查询的是 当前的一个休眠数 比如command 等于 等于 比如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这里面比如说等于sleave 这种 然后gloobby host 然后去查询出来information 然后schemer 然后schemer 我们重新直接讲干这个命令 那么重新直接干这个命令的话就是mysucker 然后我们 找到我们刚才这个命令 好 select account host 然后我们from 我们来试一下process list 然后well 好 这里面我们可以先 不加这个well 我们试一下 byhost 好 然后我们 后面我们加上的话 最好加上一个information information 然后schemer 然后schemer 中间需要有一个空格 这样我们就能查询出当前它的一个1549它的一个链接数是1 然后1728它这个链接数是1 这里面也就是我们当前有多少个链接客户端链接上来 那么第一个链接客户端它是本机商中的1549这样的一个端口 那么链接到我们的一个mysucker服务器 然后第二个链接也是我们本机当中的另外一个端口 是1728这个端口 它也链接到我这个本机当中 好 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实际上还可以做一些统计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会加一些统计信息 比如说加一个把刚才这个well 我们那个command 等于sleave 加件我们再试一下 当前这个sleave这个状态下面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命令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这个sleave下面 那么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链接客户端 这是我们通过我们当前 对于我们当前这些链接数 进的一个统计信息 这里面需要注意这儿有一个空格 刚才我第一次我在这儿输的时候 由于中间没有打空格 然后它就会报错 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加这个空格 这个information schemer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参数 所以这个参数和我们当前前面这个sleave 它中间会有一个空格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检查修复分析 我们优化我们mysleave sleave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表 那么要检查优化 我们可以通过mysleave当中的一个check 这样的一个工具 check这个工具 这个check的话 然后我们-u root 然后我们-pin 然后-all 一个databases 然后我们支援一下 在支援这个命令的时候 它会消耗一点时间的 这个时间的话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支援的时候 它会去检查我们这里面的那些数据库表 对这些数据库表进行一个检查 修复分析和优化 当我们这个转发信息为ok的时候 那么这个命令就成功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更深层次的监控我们mysleave的一些运行情况 那么主要就是监控一些 我们mysleave当中是否临时表用得过多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mysleave的一个连接客户端工具 打开之后 这里面我们监控的时候就是监控一些具体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监控它的一个内存当中 是否使用了太多的临时表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通过quity的 然后tmp这样的变量我们去了解一下 当我们发现在这里面 它实际上它的一个timedisable 然后是0 这里面都是0 说明我们这一个mysleave连接客户端 它的一个临时表利用率现在是0 也就是说没有利用我们这个临时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个mysleave 它是支持我们这个表锁行锁的 当我们有锁表的这种 或者说有所行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其他的连接用户 他有可能会等待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 到底有多少个人在等待 或者他的一些等待之间到底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也通过这个命令 那么就是一个shell else 然后like 然后jankov 百分之二look 前面所描述的是我们 行的一个锁 那么这个行的锁 这里面由于我现在没有一个锁行的一个操作 那现在这些都是一个0 后面的这一个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锁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锁表这个操作的话 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logos yt的 还有一个他的一些等待的一些情况 或者说等待一些空间的一些利用率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了解到 这是我们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当如果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 命令指引的时候 那么他的一个等待数过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我们当前是否应该把这个锁表 或者说锁行的这个操作给取消掉 因为当前这个连接数过多 就是我们这个等待的一个连接数过多 而第三的一个就是我们 由于我们还说过了一个存储空间不足而造成的一个等待 那这个等待的话 它的一个数量是多少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去看一下 shell styles and like and in db 然后log 然后wise 这里面由于我们这个空间不足而造成这个等待是0 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是充足的 只有当我们这个空间不足的时候 那么这里面才有可能这个值才不会0 可能会为其他的一些非复数 好总结一下我们这讲小节 我们这讲实际上主要就讲解了 关于我们myssocker的几种监控方式 主要有这三种监控方式 这三种监控方式 它的一个适用范围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讲过 主要就是重点就是介绍了我们自己写一些监控的一些脚本 这个监控脚本呢 主要就是要监控我们myssocker提供的一个服务是否正常 就是说我们通这个命令去执行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myssocker所反映出的几个状态 去了解我们myssocker当前的一些运行情况 第三的一个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和一些连接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语句去了解 然后针对这个语句查一下这个结构 我们再做一些统计 那么统计我们当前有多少个连接是在执行 当前有多少个连接是在等待当中 也就是在休眠当中 第五的一个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检查修复分析和优化我们myssocker当中的这些服务当中的这些表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在myssocker一个连接客户端执行这些命令 那么通过这些命令的话我们第一个可以了解我们myssocker是否使用了太多临时表 因为太多临时表它占用的是我们这个内存空间 第二个就是我们针对我们这个表的一个锁定状况 那么主要就是表锁行锁它的一个等待数 如果这个等待数高的话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 第三个一个那么有可能我们这个socker连接连接不上 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myssocker的一个空间它不足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等待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去看 我们到底有多少个等待是因为我们这个myssocker的一个存储空间不足而导致的 好这就是我们在讲所讲的主要内容 好这就是我们在讲所讲的主要内容